据说这个浏览量上千万次 点赞三百多万次 甚至央视都为他们点赞 那么究竟这是怎样的一段舞蹈呢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请看 难去余舍 归还离合 都曾经流过 这样记住 究竟为什么 暗暗人生 无上下车 不思设计 为你了 我 真的是很棒啊 跳得太有感染力了 满面笑容 步调一致 这个叫什么舞步 这个叫夜步舞 夜步 你们这是一家人哦 对 那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主持人好 我是小英 今年四十五岁 这个是我的老公 这个是我的二女儿 这个是我的小儿子七岁 还有个大女儿呢 对 还有一个大女儿 真是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啊 老公你介绍一下自己 介绍一下自己说 你叫什么 翻得多啊 五十岁今年就是 哦 反正我们记住了 就是小英一家呗 小英老公 小英女儿 小英儿子 对 你们这个舞跳得真的太棒了 我们老师们有没有兴趣来学两下呀 我觉得真的是太欢乐了 看起来 来来来 学两步啊 这不太行 这是什么 扁蛋 就是代表我们小时候 挑的这个 这是一根扁蛋 完了 两边都有宽 宽里面会装的红薯 土豆 往回家挑 所以就我们就用这个扁蛋来做 就是 就这么扭 对 对 一 二 三 四 好 五 来 换成 鸭子了啊 抬屁股 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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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步 一 二 三 四 来挑点 一 二 三 再回来 三步 回来 一 二 三 这跳了一会儿什么样的感觉 累呀 就是 这个对体力真的是一个强大的跳车 我看着他们跳自别活泼 特轻盈啊 对 我基本上跳到第二个动作开始惨了 他那个 他那个 因为他整个人都要跳起来 艺术真的是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没错 其实你看他那些动作 比如拍呀 这个跳的动作 我们学着一个动作容易 但是把那动作做到他那种 有节奏 还美 这也是难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从用生命去跳 这么一段 特别有这个生命力度的 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舞蹈 在这个田间跳起来 我觉得特别棒 特别有感染力 我看你们一家四口 穿的这个衣服都很有时代感 这个是专门打扮成这样的 其实也不是 创造的时候就是 都是有年代的 这宝宝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他从幼儿园接回来 我就带着他 骑着三轮车 他坐前面 我们坐后面 完了就带出去 这二女儿是什么时候学的呀 我大概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学的 现在几年级 六年级 小生初 也就一两年前刚刚接触 跳得很不错呀 你觉得你们这一家四口当中 谁跳得最好 爸爸 爸爸跳得最好 从哪里学的这些舞蹈呢 舞步 这个其实有一段 长长的故事 因为我老公 出了一次车祸 现在算起来应该有 十六年 十七年左右 说起来 不着急慢慢说 不着急小莹姐 慢慢说 是经历了很多 让人心酸痛苦的过程 对 那时候我们靠自己 两个人的努力出去 被人打工 舞平米的一个小 市场里的一个小店 我们自己卖起了鞋子 朋友们 看我们主持人一认真 就是三两的 要和我们出去 找个店 要合开 后来我老公就跟着他们 出去了 没想到 这一出去 回来的 就是给我 报来了一次 严重的车祸 整个人都探到地上了 很严重是吗 特别的严重 他这里 这里 全是开开 里面的白金 都是看到的 一人告诉我 血流了很多 让我做心理准备 我看今天先生这个面部 恢复挺好 基本上看不出来 对 他来的时候都不刮符子 基本上看不出来 挺好的 他这里 还有这里 现在这里的牙齿 都是假的 这一只耳朵 就是听不见的 后来在雨 一天一天的好起来 所以当时也是大难不死 对 后来就变得 自己慢慢的 自言自语的在那里说 我的耳朵里面 怎么有大咖车在叫 有什么东西在叫 我说怎么可能啊 你的耳朵 怎么会有大咖车在叫呢 后来也是打120 让他到医院去看 医生看了说 因为他的耳朵 连在这下巴 可能是来跟肩挫到了 这个受伤了 他引起了耳龙耳眠 他说也有可能 引起了他以后的听力 会下架 但是我是经常会这样子 你看打120 经常打嘛 不是 经常打120 因为打了医生 怎么说 是心里太紧张 引起脑工学不足吧 他是这么说吧 工学不足 但是天在那翻 眼睛不能张开 眼睛张开 天在那转 想怎么难说 就怎么难说 就是说没有安心 在那里坐的 他就特别的烦躁 就在那里会说很多 这个楼下 楼上跳下来 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桥那里 跳下来会是什么样子 再严重就 手开始抽 脚开始抽 半夜睡的 两点多的时候 等我们都睡下了 他人不见了 就让我特别的害怕 后来我就叫我的哥哥 姐姐们都出去找 我说今天晚上 坑定是没有了 找不到了 后来我姐姐说 他顶过一个 那个小餐餐 我们到那里看看 找到了 就在那个餐餐的 一个花袋上 他在那里坐的 但是我看见 他在那里坐的 我整个人都踩到地上了 我姐姐就说了一句 她说肯定神经病了 就是神经痘痘 赶紧送他到神经医院 病里看吧 就待天的那天晚上 临診就把他送到神经医院 心里医生一看到他 坐到那里 隐身呆呆的 手都这样子在那里抖 医生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 带他来看他 我说我也不懂 他说你已经来晚了 你看看人 目光的眼神都没有了 坐到这里还发抖 我说的 你再不看 一死错了 就会死 就很危险了 对 后来我就问医生 我说那要有什么办法 他说你也不能靠这个药来 维持他的生命 你还是希望你们家里的 家人们就是给他找一件快乐的事情 给他带出去 晚上带出去 给他走走运动 让他累了 能让他躺的呢 让他睡觉 他就不会去想这么多 就是医生的这一句话 就启发了我 我跟他说 我说你跟我去广场上跳 广场舞呗 他说不去 广场上跳的都是老太太 女的 他说我一个男人不跳 特别的难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也是啊 好多男生不太好意思 我都在最后面 给 先看看的 那句话 我不好意思 脑子这么负窄 哪有心情 你还去那里吗 晚上睡都 几乎都不睡觉的 都不睡觉 脑子很复杂 我想这里事情很重要 准备去心事 去这个事 什么事情 都不重要 就这里有些事情很重要 不行 就像人不行了 这样子 就这样子 所以他一下子离开 我就害怕了 就害怕 紧张 就害怕紧张 那什么时候觉得 跳这个舞 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当时出来 唱过那个声音 还是那个声音 还是车祸什么 一直一直在那里 相当 人很烦嘛 他在那跳 他叫我 蹲在后面 我躲在角落里面 先蹲一下来 蹲一下后来 确实又出来 点汗 就点开心了 后来就在 每天都 到现在没有停 不管下雨 白天嘛 没停 都是开心 开心 都是我老婆给我 天天夸我吧 所有的要都停了 你看运动 真的是啊 人也开心 快乐 我们这个 尤其咱还健康的人 也要好好运动 老公的眼泡红红的 他现在会说会笑 会哭 会好好的疼爱你 会 是吧先生 所以说 我的付出 可能都感应到 才有我老公 现在站在我的身边 老天爷把他还给了我 这么好的一个人 我们不哭了啊 一直都在流泪 所有的泪水 其实都化成了 今天的力量 今天带着 幸福心愿来的 那我们请 妻子做代表啊 来说一下 你们一家人的心愿吧 好吗 好 来请上前一步 说出你们的 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 就是能够 有一台好的印象 那接下来看看 我们幸福观察 团团的成员们 怎么帮到你们一家 来又请 我是梅尔木眼科医院 那但是呢 因为我也喜欢唱歌啊 喜欢音乐 我个人送你一个印象 然后呢 我不是企业啊 我个人 那时候呢 把地址给我 你回到你到家的时候 你就受到一个 很好的印象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我个人送你 其实你们家跳的 最好的是弟弟 因为弟弟的动作 真的特别潇洒 特别酷炫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 有这个福音 能够陪伴弟弟快乐成长 我们想先送给弟弟一套 这个篮球的装备 希望还能够 打打篮球 然后长大高个儿 未来如果等到弟弟 自己能够出来的时候 也欢迎你来到我们 随风奔跑 篮球球部 跟我们一起打篮球 也祝你能够 快乐成长哦 宝宝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公司呢 是红花椒文化传媒公司 因为我刚刚看到 你在视频里 有在直播什么 我会可能会在你的直播上 给你配备一些 完整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升卡设备 最后呢 祝福你们 越来越幸福 谢谢 谢谢 因为你在这个舞蹈的 这个天分 其实是能看得到的 那我就送你一个蓝牙耳机 希望蓝牙耳机 可以让你 哪怕在干农活 在带孩子 在去逛街的路上 在和朋友聊天路上 你都可以随随地拿出来 然后带上这个蓝牙的耳机 然后听到里面的音乐 然后随时随地就舞蹈 每时每刻带给别人快乐 今天真是收获破风啊 谢谢 谢谢我们 五位老板啊 谢谢 特别感谢你们 今天在现场 给我们带来的这份力量 这份美好 也希望你们这个舞蹈啊 你们的这种欢乐啊 传播给更多的人群 大家好 我们是小英夫妻 温州地家人 在录节目做后 我们就陆续收到 来自现场几位老板的宣柱 换了新音箱 我们跳舞更起劲了 感谢天津卫视幸福 来敲门节目主 也希望小英夫